世界竞技体操界的现役女性选手年纪都很轻 一过了20岁几乎就要开始准备退休了 但是在德国有一位94岁的阿嬷 到现在还是非常的活跃 经常参加比赛 拿金牌也是家常便饭 已经被金氏世界纪录列为全世界最高龄的现役体操运动员 白发操操的老阿嬷身手依然扔Q 不管是前滚翻 倒立或是站在平衡幕上做动作 仍然四平八稳 完全看不出来阿嬷已经高龄94岁 德国老太太夸斯身高才150公分 10岁起就勤练体操 曾经立志要成为专业选手 目标奥运拿金牌 但后来因故只能放弃走入家庭 抚养三个孩子 等到小孩长大了成家立业 夸斯有闲暇 重新找回自己的兴趣 又开始勤练体操动作 而且每个星期都要上健身俱乐部 练习至少两次 夸斯热爱体操光练还不满足 他在57岁决定复出 挑战比赛等级的专业体操 从此正在德国各地参加长青组的比赛 多次赢得冠军 享誉国际 老大一壮的夸斯 最近被金氏世界纪录 列为世界上最年长的现役体操运动员 他非常高兴获得肯定 更鼓励全世界的老大哥老大姐 要活就要动 量力而为多运动 增进健康 心情也快活 到了晚年依旧可以活出精彩 两正品变异